大家好,我是一名中国公民 在此呼吁大家参与中国的气候抗议活动 现在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候抗议活动 特别是青少年,很多都是未成年的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都有参加 气候变迁或者气候恶化 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生存 也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 可能在我们这一代说不定就很严重的 说不定就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 大家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 虽然在中国现在打压很严厉 但是这种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 我相信国内的官员们 包括这些执法人员 也都能够理解 也希望大家跟自己的家人中 在政府里面工作的 或者是在相关的环保部门 或者是在执法部门工作的 也都跟他们讲清这些道理 在活动中我们也尽量地做各种宣传 比如于海报 或者是文化山 或者是小的招贴 很小的可以贴在衣服上 或者贴在帽子上都可以的 这样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而且现在国内也有不少青少年在参加了 希望年纪大的也鼓励你们的孩子参加 自己也能够参加 甚至鼓励老年人参加 很多退休的人 他们也平时没什么事 大家也可以给他们讲讲 这方面的道理 明白他们子孙后代都可能受到威胁 甚至人类都不再存在了 很多中国人还是很关心这个议题的 好吧 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我们能共同努力 推动气候变化 气候政策改革 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 或者是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再见